人可以給三樣的影響 聖靈、罪聖情和邪靈的影響 聖靈、邪靈和罪聖情很容易分開 因為聖靈會感動我們去遵從神、跟從神、親近神 問題是罪聖情和邪靈如何分辨? 有些情況是很明顯、很清晰的 因為第一是邪靈有遺格、是一個person 聖性性不是person,這是一個分別 第二是邪靈有高度的控制性 罪也有控制性 但邪靈可以控制人、控制到他的言語、行為、意志 有些被邪靈控制的人可以失去意志 高度的邪靈充滿的時候是很明顯看到分別的 中度有邪靈的影響 看得到也會看到的 其中邪靈有的跡象是甚麼呢? 鳳爺宗明跟他說邪靈的時候 會有些反應是純粹是罪未必有的反應 例如他會懼怕、他會害怕 這是政治無辜的こと 那種就不 mitad 他暗制他的性情 都是探索緊的 他仕屬輕üss 神一致彈云ẩy 傳授釀,抑鬱 只我要恢慌 到是後規模的 Ajit 和邪靈的可能性 我當然不肯定不是 這個影片 不過有些情況我會分辨到邪靈是怎樣呢 蒙蔽邪靈,因為罪惡應該不會產生這種效果 我也試過跟很多人說邪靈,他會看到蒙 明明看著眼睛是清的,他會看到蒙 有些很明顯的,我也曾經攝錄過 他看著我,是很蒙很蒙,然後說邪靈是很清的 我發覺這也是其中分辨有沒有邪靈存在的方法 有些人會有輕度的蒙蔽,看著他會有蒙的 這也是一個跡象,即是某程度上控制 邪靈是一個人,他嘗試用方法攔阻當我們趕邪靈 他會令人眼蒙,或者耳朵蒙 其中一個我們趕邪靈是怎樣 他簡直不能動,他會聽到外面的聲音 但他好像被玻璃鋪鎖住了 他不能回應外面的世界 這是很明顯的一個蒙蔽 邪靈有這種蒙蔽,想控制,想蒙蔽 令人懼怕,失控 雖然罪惡都會令人失控,但在趕邪靈時 他失控多數是因為邪靈 這是趕邪靈時容易分辨到 只要在人的生活或生命內,有時未必很清晰 但有些跡象是看到甚麼呢 他會聽到聲音說話 並且有些會有藍聲跟我說話 是怎樣的聲音跟我說話 他講得出的,這個多數是邪靈 應該說長期都是那個聲音,就肯定是邪靈 另外就是 有些是 可以這樣說 譬如我們有時會說 神給我們意念,跟我們想開的想法不同 譬如說,這個人明不想開 我不想去宣教,但神要去宣教 當然要完全違反他 你不要騙人,他很想騙人 因為他不騙人,他覺得 這件事如果說真話,透過很嚴重 所以他心經常想要這件事隱藏 但神說你要說出來 他就很違抗他的心意 神會給一些意念,違抗我們的心意 叫我們遵從神 同樣,魔鬼都會給一些 不是那個人想開的 譬如他無想開,忽然間他會說想死 他忽然間想殺人 忽然間他爭人人,或者想打人 因為如果是罪聖情,他做開是這樣 他做開,他經常罵人,爭恨人,看小人 已經是一個pattern 雖然罪有時候會叫他做一些 好像以前沒有做過的事 做法都有 但如果像一種莫名奇妙的意念 就比較多的可能性是邪靈 其實分辨度也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知道不可以說邪靈 而同時,罪聖情也有一件事 他也是有控制性的 所以這又有相似的地方和邪靈 因為譬如有些人想忍賭錢 吃煙、喝酒 他是很難戒的 這個的確有一種控制性在裡面 罵人、罵慣人的人 他是很難不罵人的 這個是有相似的地方 而戒的問題 就是處理這個問題 也會有些分別 就是邪靈 他是因為邪靈想走 所以他的處理就是他不肯走 但是罪聖情呢 那個人肯聽話呢 當然他也是難的 譬如他說我罵人 他可以祈禱和用意志 我今天決定不罵人了 就是他可以選擇 但是如果邪靈的 就會不斷拔他去做那樣的事 就是那個力量是有一個 除了他本身的罪習慣 是有一個外來的力量去拘捕他 譬如我也認識有人是怎樣呢? 他經常說有一個男朋友去找他 但是他又捉不出戶的 就是邪靈找他 就是一個邪靈的男朋友 也有些人他們打坐 我上網的時候去搜尋的資料 他說那些邪靈會經常擁有他 侵犯他和他有性關係 各樣都是一種控制性的 邪靈是有這種傾向 這個和罪是有些分別的 所以我們先說到幾樣的分別 就是邪靈因為是一個個體 他有一個人 所以他有意志要做一些事 以及他的控制性是比較強的 他會對祈禱的時候的反應 明顯是有一個個體的反應 就是蒙蔽 他會在裡面害怕出來 因為犯罪未必要害怕出來 那些反應或者他會喊出來失控 那些就多數是邪靈 知道是邪靈是怎樣 那就要說邪靈 不過其實因為罪和邪靈是孖公仔 有罪又會有邪靈 有邪靈又會有罪 所以他們兩個經常都會在一起 不過起碼知道他有沒有邪靈是有幫助 因為純粹是罪 那處理又不同 純粹是罪就是和他相信神的愛 然後一路享受神 然後就處理生命 求主幫他處理他裡面所有負面的事 讓他可以勝過罪 如果是邪靈就一點都要管邪靈 有邪靈 當我們和他管邪靈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就是邪靈會控制那個人的意志 令到他有時是沒有能力合作 有時是不想合作 邪靈會控制那個人說服他回頭 有些人有邪靈 邪靈會跟他說話 後來他就告訴我 我還是不說邪靈了 這種情況我們都見過出現過 他是一個人說服他 但是如果這個人 所以我們就要跟他談 你覺得他有沒有令到你的生活怎樣 令到你的生命怎樣 他覺得令到很痛苦很煩惱 那既然是這樣 你想不想去清醒他出來 這個就是要他合作 所以如果不合作的人 就算趕邪靈性已經說得很清楚 趕了出來之後他找七隻這麼兇的鬼進去 那根本你趕出來只是短暫 其實除了趕邪靈 除了趕邪靈 處理罪和生命的問題 都同樣是要長期的 不能說我處理了 現在我開始又不用處理了 我現在又做回世界仔 問題又會來的 邪靈有這種動力 他經常叫人做回世界仔 你不要相信耶穌 他會給一些意念意識 有罪的人都一樣會想事情 他會想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邪靈會給他一些灌輸 一些觀念 他會說 例如你這樣做很傻的 你為什麼要聽那些人說 會用這些邏輯說服他 這是邪靈有的特色 罪人不會這樣 但是邪靈有的邏輯是一個外來的邏輯 你為什麼要跟從基督徒呢 你不如你犯罪吧 不如你死掉他 他會給了一些提議他 一定要一定要再給我 不要再用這個 不要再用這個 我的歌 是 邪,邪,邪,邪… 我沒有 我覺得你靠上… 明镜与点点栏目